最近农地征收引发抗议不断 包括了彰化二岭相思寮的农民 也反对中科征地还北上陈情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 要在中科四企扩建面板厂的友达 今天在召开法说会的时候强调 对于农民的不满 将会持续跟政府来商讨沟通 会做到科技跟人文的平衡共存 他们还强调绝对不会因此 对台湾灰心负气出走 台上主持友达法售会的主管 讲得头头是道 台下满满的法人仔细聆听 坐无虚席 因为友达超乎预期第二季 缴出漂亮成绩单获利赚百亿 多新的需求会出来 那这个需求一起动以后就一直 我觉得今年下半年报名年 其实需求还是有在创新 友达对下半年盈运抱持乐观 全新把焦点放在冲刺产能 却也担心中科四企面板厂投资计划 会因相思聊住民抗争出现变数 我们对台湾非常有信心 我们是在增加台湾的投资 我们在二林厂区 其实是投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那个加起来大概就是四千多亿 四千亿的投资 产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 一定会遇到一些瓶颈 友达的地势在另外一块 那块地势可能是未来跟道路相关的 我们也相信政府在这一块 可以展现智慧 这个在这两块 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面对彰化二林争地争议 身为中科投资厂商龙头的友达 姿态放低再放低 为的就是不让企业大厂 在台的形象再重伤 女士新闻全文金森一祥 太平宝宝 啦 据视频